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当地时间8日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 图片来源 美联社文涵建委 5月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 简称伊核协议 并重启因伊核协议而豁免的对伊制裁 美国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的行为 给本以维基斯福的中东地缘政治 又增添了新的梦谣 加剧了该地区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 伊朗与以色列矛盾白热化 首先 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白热化 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大大上升 在此次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问题上 以色列发挥的作用十分强劲 4月30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抛出了大量证据 证明伊朗在过去一年里并没有遵守核协议 仍在秘密发展核武器 为特朗普顺理成章的退出伊核协议找到了借口 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 伊朗马上把怒火对准了以色列 于5月10日 向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发射了20枚火箭弹 而以则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基地发射60枚导弹予以反击 但在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后 两国都保持了相对克制和谨慎的态度 迄今为止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鉴于伊朗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外交游说一和协议其他五个签字国 再加上伊朗军事实力 明显逊于以色列的客观线时 伊朗再次主动挑起战事的可能性很小 而在美国的缺席下 缺乏战略纵深的以色列 也不敢贸然与伊朗直接开战 因此 尽管双方剑拔弩张 但是军事冲突升级 尤其是打到对方国土上的可能性并不大 然而 当前以色列趁势要求伊朗退出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这对伊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因此 两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其次 叙利亚将继续沦为中东地区两派博弈及美俄较量的牺牲品 叙利亚和谭进城 将遭遇更多障碍 叙利亚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直接受害者 而未来以色列与伊朗的较量 还将继续主要在叙利亚国土上进行 近期有消息称 特朗普主张组建一支阿拉伯国家军队 来代替助续美军进入叙利亚战场 沙特阿拉伯 埃及是这支军队的主要提供者 一旦与特朗普政府交好的阿拉伯国家军队进入 将会打破叙利亚各派力量格局 而由俄罗斯 伊朗主导的叙利亚和谭进城 势必面临严峻挑战 沙裔同盟进一步巩固 此外 伊朗与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的裂痕将进一步加深 而沙裔联盟会进一步巩固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 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对之声 以色列 沙特 约旦 巴林等几个国家则表示支持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 伊朗尽管与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 总体上关系紧张 但并非不存在改善的可能 但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背景下 伊朗与这些国家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借助美国重新制裁伊朗的良机 以色列与沙特的关系 很可能会进一步靠拢 形成美 沙 以联合遏制伊朗地区扩张 即实现伊朗政权更别终极目标的联盟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总体上会加剧中东地缘政治危机 甚至会爆发战争 但是 当前局势并非完全不可控 因此不能片面夸大这种危机 伊朗正在努力游说伊核协议其他五国 确保该协议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 继续发挥作用 因法德及俄罗斯 中国都已经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未来有可能会形成联合抵制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行为的原则共识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伊朗的利益 而只有在各方无法确保伊核协议继续执行下去后 伊朗才会考虑重启其浓缩油活动 需要补充的是 在伊核协议签署之后 伊朗大部分的离心机已经被拆除 当前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已经大大减弱 即使重启核武计划 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重新恢复其核能力 但是美国和以色列 是不会给伊朗这个机会的 虽然伊朗一再威胁要重启浓缩油活动 但如若重启 势必会招致以色列和美国顺理成章的打击 因此 伊朗重启浓缩油的决定将是谨慎的 既无法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又落以色列 美国之口时 如果伊朗当局能 理性对待 更多运用外交手段 而非极端方式来确保自身利益的话 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将依然可控 韩建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伊朗研究项目主任编辑 林新